近日女星应彩儿发布微博称 纯真的年代终于要播了 1978年我是个广州的知青 为了这部戏我了解了那段历史 为旧戏解禁开心宣传 随后主演之一高谷表示 期待中五年了 从央视解禁出来真不容易 让我们的辛苦付出没有白费啊 日前该职的另一位主演李亚鹏 转发了应彩儿的微博 感慨到我这都告别三年了 居然有五年前的戏解禁播出 心里有点小忐忑啊 电视剧纯真的年代 由李亚鹏、应彩儿、高虎等人主演 是2008年时拍摄2009年完成的 该局讲述了三个不同人物 跌宕起伏的命运 展现出一个时代的巨大变迁 居悉早在2010年 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上映时 李亚鹏宣布不会再演戏 三年来李亚鹏确实不再有作品问世 因此纯真的年代的上映对他更有意义 多新娱乐整理报道